道清大家午安 今天礼拜三 以正常的流程 似乎都是会在板桥道场 那因为我们这次有 我们新加坡的道清 回到台湾来 也难得一个机会 所以师父就把板桥道场的课 留给那个 板桥道场的主持 那我们彰化道场 本来是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才有 所以我们这边 也增加了礼拜三 但是这个只有说 我们这个礼拜而已 现在这个礼拜 因为我们新加坡的道清 就回新加坡 我们一切就回归正常 那今天我们刚好 因为新加坡道清来台湾 所以我们都有讲到 我们的三宝新法 还有荣法圣会的一些 净土的由来 还有圣灵宫的四大宗旨 的这种方向 跟目标 那现在师父要来讲的是 当我们一个人 求道以后 要如何修道 要如何修道 因为师父 常常跟各位讲 母娘也常常指示各位 修道人要能够先得后修 先得后修 求道之人 要能先得后修 要能先得后修 那你们今天来求道 那你们今天来求道 就是来求着一个净土 一个法门 那这个净土 本来就是有一尊佛 所成就的净土 所以他本身既有 得到的这个 连法净土世界 那你们今天 因为依赖 上师 法师 或者是 佛净土的这个力量 来求道 那简单 你们求这个道是来 依赖这个佛力的净土 依这个佛力净土 你们就不需要像 一个成就的大师 或者是佛的这个修行者的这种 辛苦修行 或者是 要透过禅定的修行 就像佛教讲的 你们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你们可知道 法藏比丘 要以四十八愿成就 西方极乐世界 是经过好几百节的苦修才成就的 是不是 以佛讲 他们是历借了三大阿森经嘴才成就的 三大阿森减 这成就 那各位 这个是印度语 它的意思就是 经过很长的苦修才成就的 这么讲 各位比较容易懂 那可是大家 去皈依净土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像法藏比丘那么辛苦的修行 你们就是照他的方法去修 法藏比丘的佛的愿意就可以度各位 去他的净土 那现在的弥勒净土也是一样 弥勒祖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也历借了很多这个时间的修行才成就了弥勒净土 那在弥勒净土 因为弥勒净土为了度化众生 他又把他的灵气 透过疯疯癫癫的这种感应 让他的意识中 在清静中 落入了一点疯疯癫癫 才能够居住在多帅天 他本来在一个无边的法界里面 落入在欲借天的第四天多帅天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愿意才有办法做的 所以你看释迦摩里在传道的时候 在弥界天 色这一天跟无色这一天 在三界里面 唯有弥勒净土有分为内宴跟外宴 其他都没有 唯有弥勒净土有分为内宴跟外宴 那内宴就是菩萨成就佛的世界 外宴是有轮回的世界 对不对 就是佛教讲 可是以师父所知道的荣法身为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成就就是荣法身为 你们可以大悦往生去那边 对 你还可以 你还要修行 可是你去那边修行 是不会退转的 所以西方直立世界的众生 人家佛教在传说 你一旦进入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 你是永不会退转的 永不退转的 那即使你到弥勒净土 也是一样 也是永不退转的 就叫做 依佛力净土在修行 那这个还有母两千色道的 讲了一句话 好 好 人間一佛堂 擬天一蓮花 這個蓮花 其實叫做淨土 出乎你而不染的蓮花 就是清淨的意思 這淨土 人間一佛堂 擬天一蓮花 各位 不是你現在去開一間宮 你擬天就有了一個蓮花 因為母娘的自暗藏閒跡 就是內行人才看得懂 他就不跟你說人間一間宮 擬天就一佛堂 他就跟你說人間一佛堂 這個佛就是問題 這個佛叫做大抉擇 對不對 是不是大抉擇 這個佛是不是大抉擇 歸佛就是大抉擇 歸佛怎麼樣 深入精湛 歸一身能夠清淨同理大眾 對不對 歸佛就是大抉擇 人間一佛堂 禮天一蓮花 就是你 這個人間如果有一個大抉擇的法師 他將在禮天成就一朵蓮花 可以在人間普渡諸友情回歸到禮天世界 所以一觀到以前在傳道的時候說要有天命才能度眾生 這個天命叫做大抉擇 要有天命才能有資格替天成道 就是大抉擇 對不對 你看 幸運的法師為什麼那麼多人在跟隨他 你看他燒起來有色粒子 你覺得他是不是大抉擇 是 對不對 所以那麼多人跟隨他 而且老婆上為什麼那麼多人跟隨他 其實他也是大抉擇 一觀到了陸中醫 張天然 孫書母 為什麼那麼多人跟隨他 這三個其實是大抉擇 後來的人就不知道 因為後來的師父在看 很多都是文學者而不是大學者 不是大抉擇 都是文學者 就是全砸擦的 現在都有什麼 講師信念班 還有什麼 佛法信念班 這個都是不切實際 古代的自從達摩來中土傳道以後 他有去開過佛學班嗎 釋迦摩尼佛在室傳道的時候 有開過佛學班嗎 有沒有 沒有 都是要靠打坐開悟 靈心見性 釋迦摩尼佛在傳道的時候 就是叫他的弟子一樣修行打坐 靈心見性開悟 對不對 就這樣子 以前自從道教古教都一樣 要靈心見性都是要透過怎麼樣 修行才有的 而不是去讀個佛學院畢業出來 就變大師 沒那麼簡單 也不是去參加一個講師信念班出來 就是變講師 也沒那麼簡單 因為講師有分 分做老師 或者是法師 各位 老師跟法師有沒有一樣 哪裡不一樣 講給我聽聽看 哪裡不一樣 現在 現前 哪裡不一樣 哪裏不一樣 老師是教學在於認識社會 認識社會經過過程中 那是 那是 還有老師是 對 眾生 修行 佛 老師 是知識 對不對 是不是知識 法師是智慧 對不對 法代表法界 法生 老是代表生老病死 對不對 老是代表還是有生老病死 法師代表法生世界 代表智慧的世界 老是代表生老病死 還是知識世界 沒有了生托死 所以他教給你再多的知識 都沒有辦法解脫生死 都沒有辦法了脫生死 這個就是智慧而已 這個就是知識而已 沒有智慧 一個可以讓你了生托死 這個才叫做智慧 這個才叫做智慧 這個叫做智慧 這個叫做法師 那各位 傳道者 我們要跟隨的是老師 還是法師 所以千萬不要去跟隨老師 這樣了解 其實某某老師 劉老師 張老師 張老師 那都是學士 或者算命先 那個算命先 因為他們沒有學到 人家他們都很知道自己不能稱法師 所以他們會自稱為某某老師 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算命先 因為算命先 他們知道他們那個是學士 而不是佛法 所以他們會自稱他們自己叫做老師 而不叫法師 出家人就稱法師 修道人就稱法師 或者上人 真人 對不對 釋迦摩尼在世的時候 你看他佛經講說 釋迦摩尼佛可以稱什麼 無上師 法師 是真 或者真人 或者上人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唯一沒有講到老師 對不對 他也沒有稱說釋迦摩尼佛可以稱老師 他可以說釋尊佛大傑左上人 對不對 是不是 佛經書記載很清楚 他為什麼不能說釋迦摩尼佛也可以稱老師 有沒有看到這句話 就是很多佛寫裡面暗藏的學問 對不對 好各位就知道 人間一佛堂 里天一蓮花 那這個蓮花 既然是大絕者所成就的蓮花世界 這個都是要佛菩薩倒架持房來人間才有的 才人間有的 對不對 所以呢佛又告訴所有的佛弟子 未來主持佛事的人 都是菩薩的化身 一貫道也講 佛堂的主持 佛堂的壇主都是菩薩的化身 所以你今天要能成為一個正道的佛堂的主持 你都是佛菩薩的化身的人間 那佛菩薩的人間 畢竟會視線怎麼樣 適限成就之法 釋迦摩尼佛 他是不是一生下來就會穿法 不是 可是佛經記載說 其實釋迦摩尼佛是佛來轉世的 既然佛來轉世的 不是一生下來就會穿法 他為什麼還要去修行 還要去皈依 還要去菩提斯下去修入定 然後苦修 入定以後 再來釋迦佛 釋迦法門給眾生修行 所以釋迦摩尼佛他說 他釋迦成佛 是為了要讓眾生 依他釋迦的怎麼樣 方法修行 對不對 因為釋迦摩尼佛在釋迦成佛的過程當中 要不要有方法來修行成佛 要不要有 有 一定要的 對不對 那釋迦摩尼佛是怎麼樣釋迦成佛 就是在菩提斯下 透過靈跡禪宗打坐的方式 怎麼樣 釋迦怎麼樣 入定進入了法身世界 我明心見性開悟 才能夠怎麼樣 了解一切宇宙萬有 才能開始怎麼樣 度眾生 對不對 所以釋迦摩尼佛成佛第一句話是什麼 天上天下盡我所知盡我所見 天上天下 所有萬路 皆為我所用 非我所有 天地萬路我都可以用 但是都不是我的 天上天下所有事情 我都看得到 我也知道 對不對 這就是他已經怎麼樣 捏盤到進入一個長期境世界 所看到的一切宇宙的現象 一切宇宙的現象 一個入定者 既然已經親身進入了宇宙現象 所以他講經說法要不要經文 是不稀好的 因為所有的佛法 都是在詮釋宇宙現象而已 都是在詮釋宇宙現象而已 那這個宇宙現象 在佛法講的叫做法身 對不對 所以我們修行 就是要把這個法身給修煉起來 這個法身給修煉起來 那如果各位 你們要透過禪定 把這個法身修煉起來 實在不容易 實在不容易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莫我眾生修道 要跟隨明師 那跟隨明師 明師是把道 把這個道 怎麼樣 傳給你們 所以我們新加坡這些道圈來歸一的時候 師父才說會寫 玄聖上人怎麼樣 怎麼樣 授誡傳法以你 對不對 授誡就是把你修記 傳方法給你修 叫做授誡傳法 把你授誡 然後又傳法給你修 對不對 授誡傳法 各位 那這個法師本身 一定要有 怎麼樣 淨土釋誡 淨土釋誡 好 那各位 你們如果今天明師找到了 經過明師 為你們授誡傳法 這個儀式也完成了 但是你們都是待業來求道的 對不對 什麼叫待業來求道 就是你們喜氣也還有 貪真吃還有 對不對 那有沒有經過師父授誡傳法以後 就 貪真吃也沒有了 脾氣也沒有了 有沒有 都還有 都還有 所以要不要後修 要不要 所以為什麼後修重要 我雖然把法傳給各位了 把氣五幾里天龍馬三位那一站門把你打開了 對不對 那因為你要爬這個樓梯 你的身體要液青 那個樓梯才爬得上去 如果你的身體背負了太多的重量 你把我爬到一半就怎麼樣 氣喘掉下來了 對不對 因為你業障太深重了 對不對 爬到第十階就怎麼樣 船不夠氣了 搞不好爬到第20階梯就斷氣了 上不了 對不對 那是不是你要把你的身體的重量減輕 要不要減輕 減輕你就會怎麼樣 輕步輕盈的慢慢 往這個什麼 雲梯走到什麼 無幾里天 那怎麼樣減重你的身體的重量 減回 是嗎 不是啦 我們現在這個講的重量叫做什麼 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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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要往生的唯一的障礙 所以我們講 清氣往上飄 濁氣往下沉 業障就是濁氣 各位你們有沒有注意 你把那個打火機打開了 就算你把它拿顛倒 它那個火還是會往上升 因為佛屬羊 對不對 所以羊鋼之氣往上升 陰阻之氣往下降 對不對 你把一桶水透過的飛機把它 載到幾千里外的天空 你把它放開 它不會留在天空 它還是怎麼樣 往下倒 因為水屬陰 陰阻之氣往下降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陰阻之氣太重了 你能夠上得了隱梯嗎 能不能上得了隱梯 上不了 所以我們這個後修 就是要能夠減輕 我們身體的什麼 業障 簡單來講就是 把你的重量給減輕 把你靈魂的重量給減輕 把你靈性的重量給減輕 那能不能回歸到零 回歸到零 你都成火了 對不對 那當然眾生沒有辦法回歸到零 你可以待業往生 但是要把重量減輕 你不能待到一百斤繼續往上走 那你走不到 你如果管業人要降到五十斤 四十斤三十斤 那你很容易達到 對不對 你現在走不到了 佛會牽著你的手爬上去 但是如果你一百斤都沒有中 搞不好你爬到第五階 佛的手只能掀到第五十階 那你五十階還有三十五階 所以就怎麼樣 拿不到你的手 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佛救度眾生也是要有一個限制 有沒有一個限制 有什麼限制 叫做什麼 定律 這個定律佛講定業不可轉 這個定律佛講的叫做定業不可轉 如果眾生不願意去修轉業障 比如說今天的營梯 母娘的彌勒佛的手在第五十階 在等你 你只能走到第二十階 你還離三十階 所以佛的手就伸不到第三十階 那邊度 佛的手只能伸到第五十階 那個地方等你而已 那第五十階還是有五十階對不對 那至少這五十階是佛的力量可以度你 那前面這五十階就要靠你自己要怎麼樣努力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修到以後要不要修到 你不能修到以後全部要靠佛 佛是度不了你 因為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定業不可轉 這就是定力啊 對不對 佛的力量再大 他一定有一個限制 還是不能違背的這個定力 對不對 釋迦牟尼佛再次就說告訴我們定業不可轉 就算彌勒淨土他可以代曰往生 法杖比丘的淨土可以代曰往生 但是都有一定的條件 有一定的條件 是不是 好那這樣子 我們既然要修行人已經得到了 我們已經把你要通往無幾里天的最善門打開了 那這個淫梯就在這裡 你要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要往上走 但是這一門打開以後 你這邊有千金萬重的業障在這邊 在你的身上 你這一部分門打開了 你要開始往淫梯的路上走的時候 你的身上如果太重的話 你這一步要踏出去有幾千金重 幾千金重 所以有時候呢 有時候障礙重重 障礙重重 障礙重重 所以各位 修行 一定要發新發願 你才有辦法突破一切難關 什麼叫做發新發願 我們台灣人說 一個比較重的 要有誇心 要有誇心 你看以前 那個勇家大師 他在他的殘堂裡面 寫幾世 對不對 很多人都知道說 勇家大師 你的佛堂怎麼都沒有佛 只有一個死字 很多出家人 很多修行都問他 欸 大師 你的佛堂怎麼都沒有佛 只有一個死字 那他就很簡單回答 結果死字勿透了 你就成佛了 結果死字勿透了 你就成佛了 為什麼死字勿透了就成佛了 為什麼 當一個人修到對死亡不恐懼的時候 當一個人修到你對死這個字不會害怕的時候 你就成佛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看到死就很害怕 他每天就看那個死字 看到不會害怕 對不對 他每天面對死亡 再面對死亡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不恐懼死亡 就是修行 對不對 不斷地從內造裡面去改變 改變 就是從修行養性方面 開始去改變自己 對一切萬路 不貪真摯 不恐懼 不顛倒 是不是 這個要不要決心 尤其現在五著世界的眾生 末法的眾生修行更難 為什麼 你說師父我要放下 怎麼放下 師父 要不然我從今天開始 怎麼樣 什麼事都不要做 來到場這邊認真修就好 那你的三餐哪裡來 師父如果養你們最輕的 我三天就倒了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要不要自力更生 那好像又不能放下 對不對 好像又不能放下 因為放下你就沒有辦法生活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色不依空 空不依色 就是說你又不能放下 但是不放下又不行 是不是 那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要能夠去面對實相 面對實相 所以修道人 要發心 發心 發什麼心 發菩提心 什麼叫菩提心 菩提心 一句話叫做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對不對 上求佛道就是我們找到目標了 我們要往成就佛道的方向走 下化眾生是因為我們要成就佛道 必須要去怎麼樣 把我們的眾生度盡 那什麼就是要度眾生 好 來我們就把它分來 自性眾生 這樣 外 外 外言眾生 自性眾生 什麼叫自性眾生 你每一念貪真痴 每一念煩惱執著 都是在毀滅你的靈性 這個眾生你要度盡 怎麼度盡 就是要透過 修行 餐禅打坐的方式 讓你的心能夠定下來 靜下來 讓你的取心動念 能夠止以煩惱 把一切煩惱執著 讓透過修繁的方式 讓它定心下來 讓你的心能夠保持清靜心 不起煩惱執著 所以你的取心動念 一念一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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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這一念是煩惱 你這一念是執著 你這一念是有生有滅的 你要清清楚楚 它帶給你都是毀滅你的靈性 所以這個自性眾生 要不要度化 怎麼度化 修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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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有這個功夫的時候 我們再來度外延眾生 對不對 我們再來度外延眾生 但是很多人說 啊 師父啊 我們要發菩提心 效化眾生 就是我們求道以後 我在板橋 被我問到那個點傳師 就是這樣子 我說什麼就是效化眾生 求道人的身 要替天行道 對不對 要認真出的道中生 來求道 我說這樣而已 他說對 這就是天質 我說這樣你不及格 他說 師父為什麼不及格 因為我聽你說的就知道 你的念心 充滿了什麼 共國我慢 對不對 充滿了知識 但是又以為 你是很厲害的人 他說 啊 師父那怎麼辦 我說 這樣就是你的心修不好啊 你的心修不好 可是你的心念的眾生 沒有度盡啊 就跪下去 後誰給師生懺悔 對不對 我習到三十八年 真的沒有開悟 各位 你看 這種修行 都是在文學是錯的 所以你的自信眾生 有沒有度盡 如果沒有 你所寫一切都是不如法的 盲目的在度眾生 我沒有改變自己 你做了再多度眾生 成就了一半的福德 我沒有功德 有福德 但沒有功德 因為公假修養自己 這塊你沒有做出來 你做的是 德則利益眾生這一塊 它本來是陽剛之德 變成因德 所以變成福德 因德是有輪迴 可以庇佑祖孫 可以讓你的人生富貴大 但是沒有辦法讓你了生托世 對不對 如果你修的是陽德 除了可以成就你的 了生托世以外 也可以讓你福慧眾生 甚至福佑祖生 對不對 那你能成活的更不用說 有沒有福佑到自己 你都能成活的有沒有福佑到自己 有沒有 一定有 對不對 對 所以各位 很多人只懂得 外衍 外衍的度眾 外衍的度眾 就是在 怎麼樣 得責利益眾生這一塊 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忘記了公假修養自己這一塊 即下功夫 那這樣功德有沒有圓滿 有沒有圓滿 就不圓滿 所以我們發菩提心 下化眾生這一塊要先做 這一塊要先做 要從自性眾生開始做起 再來再來講外衍眾生 這邊都做到了 我們才能夠怎麼樣 走向菩提道 超凡入聖 我們才能夠走向凡夫的心 走向聖人心 因為你做到了 因為你的自性眾生已經度盡了 你才有辦法從凡夫轉入聖人 對不對 當你能夠從凡夫轉入聖人的時候 你才能夠行菩提道 你才知道菩提道要怎麼行 如果你沒有把你的自性眾生度盡了 從凡夫轉入聖人心 你所傳到菩提道 你不知道它什麼叫做菩提道 你也不知道它什麼叫做菩提道 對不對 當你在走菩提道的時候是半勝半還 半勝半還 是不是 因為你從超凡入聖這一塊 走入了半勝半還 因為你是開始要走超凡 往入聖的這一塊努力 是不是 再來 這塊如果做到了 你才能夠往什麼 菩薩道 菩薩道是怎麼走 這個佛教常常講 願以一切眾生為己任 不為自己求安樂 就是捨身半道 願一切眾生皆離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結果就是菩薩道 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就是 願捨身半道 不為自己磨利 不為自己求什麼 就是無怨無悔的 發心發怨的 付出於一切眾生 願一切眾生得離苦 不為自己求安樂 走向菩提道 這樣子的工程如果完成了 你就走向佛道 你就成佛 你才能成佛 是不是 所以當我們發菩提心的時候 我們懂得知道什麼 叫做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那下化眾生又分為自性眾生 與外援眾生 各位 最難修的就是自性眾生 有很多道心歸一以後 很認真度人 我都看在眼裡 我也知道你們的用心 也知道你們努力 也知道你們對道的信仰 但是師父更希望你們 能夠知道 你們那麼認真地付出 只有完成到德而已 公罪快不能少 因為公罪快切了 以後有六道輪迴 你還是在六道輪迴 只是不會下地獄而已 那可是現在六道已經即將毀滅 就地球即將回歸混沌 以後沒有天道 沒有阿修羅 沒有人道沒有出生道 你做了那麼多德 是來這個人間做 沒有辦法再來轉世為人 沒有辦法去去天當神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公一定要圓滿 所以要公德圓滿 對不對 那這個公罪就是用自己 這一塊就是要先把自己怎麼樣 修改好 讓不好的習氣變好 不好的行為變好 對不對 對不對 能夠善知善言 能夠正知正見 不邪知邪見 這個都要好 能夠謙虛包容 能夠慈悲違懷 對不對 這樣子你的自信送生就可以慢慢地清靜下來 透過禪修修三寶的方式 讓你的怎麼樣 妄想之心 能夠止於怎麼樣 疑念中 疑念當中 讓你的妄想之心能夠止於疑念當中 什麼叫止疑念當中 所以你要止於疑念要不要有方法 要不要有方法 一定要有方法 讓你的妄想之心止於疑念當中 結果就要修三寶 那你們已經透過明示跟你開啟淨土之門 要減輕你的業障 讓你的妄想之重量 就要讓你的心止於疑念當中 讓你的妄念不起 煩惱不起 執著不起 自然而然你就不會再去換業的換過 對不對 做任何事情你都會經過什麼 細心的省思過濾 或者什麼 覺察動察 這樣子你換過的機率就會減少 順之以來越來越少 彌勒淨土是功過相敵 那你這樣子久而久之 你絕對是功大以過 那你就絕對可以往生進去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懂呢 可能很發心發意的在做 但是呢 有時候會走的什麼 冤枉路 嚇到萬聾路 我聽給我 像剛剛師傅解釋這一塊 如果你們認真的在做德這一塊 都在做外遠正生這一塊 做了很多 自信眾生這一塊不做 那是不是走了很多陰望路 師傅說叫我們要認真度眾生 沒有說叫我改脾氣 每個法師看我度那麼多人 都說我功德無量 或者錢拿多一點就功德無量 都沒有說我脾氣不好 看到錢脾氣都很好 對不對 看到沒有錢脾氣就不好 是不是啊 這樣子對不對 對 那就自己要知道了 很多法師是看到錢脾氣就好 看到沒有錢脾氣就不好 對不對 那你們自己就要有智慧 不能沒有智慧 是不是 學學道要不要智慧 要有智慧 就算你要布施也要找對的 找對的道場 找對對的事做 一個正道的道場 真的在轉法輪的道場 你要布施你能力過你才去做 要不然你才花那個布施是冤望錢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就算你們經濟狀況好的人 要布施也要布施對 所以布施要有智慧 對不對 好 各位 發菩提心 就是上求活道 下化眾生 這塊 各位準能清楚 為什麼我們修道人 要能夠發心發炎 其實發心發炎 不是在酒爪 這跟酒爪無關 不是在那裡說 沒有 沒有 我老爸做沒有 叫我五雷戒頂 沒有 絕竟絕孫 不會啦 對不對 不會叫你們酒這種爪 但是外面很多人叫你這樣酒 你老爸為北勝年宮 你出去就斷腳斷手 就叫我五雷戒頂 這個真的是要人命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法師真的是很殘忍 對不對 委逆天道 這個是人蕊絕對不是天道 這是人蕊 對不對 聖靈宮求道只有叫你發菩提心 裡面哪有跟你說會五雷封頂 或者斷手斷腳 沒有 只是告訴你做不好你會墮落而已 對不對 那你自己要做好不做好就由你自己來決定 就由你自己來決定 大道真的會這麼做嗎 那會真的這麼做 這個道比魔更可怕 如果是這麼做這個道比魔更可怕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道比魔更可怕 是不是 所以說各位 你知道嗎一貫道以前 求道要發誓 那是因為有環境關係 各位千萬不要去誤謂一貫道 我不是在替他辯解 對不對 一貫道以前在中國的時候 因為剛好是遇到戰亂時期 戰亂時期 那時候蔣中正國民黨在中國 剛好在當前的時候 激公思乎來忽然說天命在毛澤東 果然轉道的時候 所以蔣中正就很氣憤一貫道 對不對 那毛澤東看到一貫道這麼厲害 開始實施文化大革命 把所有的宗教毀滅 拿肉給你吃不吃就槍斃 所以大家就發誓 求道以後絕對不能瀉肉天機 要不會五雷封頂 是害怕你們怎麼樣 人家是道師有良心 害怕你遇災難 人家就是苦心 各位知道嗎 可是現在不用了 現在就算你把五字經人 講給人家聽 也不會槍斃你 對不對 不會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人家 當時的因緣 跟那個環境的背景 所以不要去誤會人家 人家那時候叫你求道要發誓 是害怕你落在這 因為求道怎麼樣 隨便去講 啊我是一貫道的 蹦蹦 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一貫道很光榮 你在大陸的時候蹦蹦 講到一貫道三個字就蹦蹦 對 是不是 那人家全年是真的 是費盡苦心 那現在不必了 現在不必了 各位了解 道本來就是一個公開的東西 公開的東西 那道是大使大悲 我們是要教育眾生如果修行 如果發心發願 但是不必去恐懼 害怕或者是被囉嗦 或者是被綁架 如果有這種行為 都不是正道 那實際上你如果求道了 你圍背生人供的時候 你就這樣叫你的生命 跟你這樣 這個都是有點恐嚇的行為 對不對 這樣子你求這個道 不求還安心 求了變成怎麼樣 這樣子不安心你還能修道嗎 因為這個自信眾生 你不求道還沒有煩惱 你一求煩惱增加了 那求這個道有沒有意義 有沒有意義 各位求道要不要知識 要不要智慧 要不要智慧 對 所以過去如果你們遇到這個 如果你們遇到正法不用害怕 因為師父告訴你們 正法絕對不會這樣子 母娘慈悲絕對是不會這樣子去傷人的 你要相信師父 大道是慈悲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如果是求了正道 也有龍天父在保佑 是不是 我們只要心 能夠怎麼樣 怎麼樣 清靜 能夠心安理得 我們絕對不用去害怕任何一切 以前人聽說 人如不做虧心事 不怕半夜怎麼樣 鬼敲明 對不對 心安理得 求道我們要求一個心安理得 如果你求道以後反而造成你的煩惱跟壓力 那這個求道之路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所以各位求道之路要不要有知識 要不要有智慧 所以多聽多聞多了解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求道要尋找明師 一門深入 然後修道要有三好 第一要身體好 身體好 你哪裡修行的路上 你要身心靈健康 叫做身體好 如果你修道之路有煩惱有壓力 你的身心靈還能健康嗎 能不能健康 不能 那就身這一塊 你就修得不好 身體好你就修得不好 第二環境好 很儘管不是說 那個師兄 我們去某一個佛寺一個道場 那個牆壁都是義做的 真的 金針都是什麼 都是什麼 琉璃做的 師父的龍椅 都是什麼 幾千萬的木頭做的 做那個就能成活嗎 那如果做那個能成活 這個世間好幾天都能成活 對不對 是不是 環境好的意思就是 這個道場 有沒有在管理 有沒有在教育 道心多的時候 這個道場會不會清淨 世衛會不會少 在這邊求道的眾生有沒有在教育 讓他們心能夠有善 而不爭不鬥 就叫做環境好 是不是 如果這個環境沒有管理 你進來是是非非 比較 對立 這樣子 這個修行環境 你在這邊修行 還能靜心嗎 沒有辦法 那就不叫道場 道場就是要給眾生能夠安靜 寧靜安心的地方 如果你來到這個道場 你是沒有辦法清淨 那這個道場 就不是一個環境好的道場 對不對 或者這個道場來都有商業行為 那這個也不是好的環境道場 對不對 再來智慧要好 你越修要越懂得佛法道理 越修要越懂得英國的可怕 越修要越懂得為什麼要修道 增長智慧 所以為什麼我們修道以後要來求道以後要來道場聽經文法 來道場共修的目的就是增長智慧跟確定目標 對不對 可以讓你的智慧增長 讓你能夠分別是非善惡 再來選擇你修道的人生方向 你有智慧了你才確定你的人生目標 決定要不要進入這個道場修行 因為你要了解這個道場 法門真不真 環境好不好 這兩個條件 記住了你再來決定 你要不要進入這個道場 你不要這樣 哇 無人有起家 鳳鹿啊 你覺得我無人有三世因縁啊 你就要來付我的賭 我這幾兩條三百萬還沒人開呢 我真的等你很久了 等你來啊 聽到這樣而已你真的沒出來 各位這要相信 這種道場多不多 多 真的很多 各位你千萬不要 母娘講你就聽 要去觀察這個道場 到底有沒有在做 就算我要布施 我要接著這個道場是真的在辦道 我有能力我願意住這個道成長 讓這個道普傳OK 因為我們的布施是要讓大道普傳 我不是要去滿足這個法師的欲望 不是 對不對 就算你今天正經濟能力很好 你想布施 你要布施在對的地方 這個才有意義 這個才有意義 各位大家清楚嗎 千萬不要迷在神通迷世界裡面 去做這些沒有智慧的事情 所以修道要有三好 第一身體好 環境好 智慧好 這些條件如果記住了你修行才有意義 如果這些缺少的一樣 修行都是要做什麼 迷 迷思 對不對 為什麼會迷思 迷思的人有三種毛病 第一攀岩 攀岩 就是要做什麼幫你拍拍拍拍 哦 師姐啊 你這樣 你生得有夠漂亮喔 一看就知道 你這個 是富貴名來出事的 這世的人 吹金金湯匙 把你烏烈到外面 你就打摸給他 對 第二 怎麼樣 第二 意望 師姐啊 你那個佈思的 待會沒人傳一圖很大圖在等你 你在這裏 補思出來 補思一百塊 你得幾千萬 我們就開始浪夢來了 是嗎 對不對 再來 來 明慰 補思在這裏 欸 師姐啊 這次 新年宮開放 我開給他三百萬呢 好像是很怕人不罵你這樣 是不是啊 對不對 明慰 這都叫迷思 是不是迷思 我們 我們 布思要進入三輪體空 就是我們今天布思了很多錢 我們都要進入三輪體空 這個才有真功真德 而且這個真功真德才實在 師者 怎麼樣 怎麼樣 不起貪真知 然後受思者也不求名利 對不對 我們今天布思 我們不求名利 不求欲望 不求攀岩 這個師父每次都對我很好 這個攀岩 對不對 再來 依望 都是要沒人跟你學樂一下 對 我要開多少錢給你 再來 另外 搞不好你什麼都沒有切 就切一個感覺 對不對 你看 有的人這樣 有錢就要來選一個理事長 還是要來選一個什麼 還是要做一個 社會出門的時候 我們是摸摸什麼社團的理事長 對 還是要來選一個官來做 是不是 當人有錢的時候追求的是什麼 錢衛 對不對 錢衛跟明衛 但是這個都是墮落的因 墮落的因 各位理解嗎 所以不管富貴平賤 都要平等 所以平等心 平等心 道是平等的 眾生平等 你富貴之人 也是要修道 貧窮之人也可以修道 中庸之人也可以修道 道不是有錢人的錢力 也不是窮人的錢力 是一切有緣眾生的錢力 對不對 有沒有平等 絕對平等的 正能說來歸醫 有錢人才有歸醫 沒有錢人 等待你賺到錢再來歸醫 有沒有 對不對 沒有錢人 沒有錢人 你比較認真貪 會欠三個 欠一塊錢來貴醫 對不對 這樣會這樣 但是有些人追求到了人 有時候真的會這麼做 我去那個道場 那師傅跟我說要三萬塊 對 我這樣一塊塊賺三萬塊 父母就存一塊才存五千而已 無法 scal 假 Vacc 啊 真的要二塊錢 你真心真的有 真心的 人家真心 被騙得真心犯极淨 luk This product is 要有智慧 做不要迷失 不要迷失 大道是平等的 母娘来人间度众生 绝对不分贵贱 绝对不分贵贱 道来人间度众生也不分贵贱 才能叫做大道普团 什么叫大道普团 既然普团就没有分贵贵贱 才能普团 如果有分贵贵贱 就没有办法普团 尤其现在末法时期 经济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多 对不对 如果是要看金钱才能求到 那这个事件能求到的人会越来越少 会越来越少 因为金钱才能够求到 才能持续的人 那这个事件能够修到 能够持续的人会越来越少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 这样了解 大道要普团 绝对众生要平等 其他有钱的人 你想布施 你发心发愿 没有关系 经济状况不好的人 我们发心发愿 才法布施 对不对 每一个人的布施方向不一样 财布施 财法布施 无畏施 是不是 布施有很多种 不是只有金钱 物质一种 有很多种 为什么 世交魔女会把布施分为 财布施 财法布施 跟无畏施 第一 他说 有钱的人 你可以做物质布施 财布施 去供养生人 让生人能够吃得饱 有身体的健康 去传道 你如果没有供养师父 师父 如果都没有熟 三天 三国也没吃饱 师父 只要腰了腰死 要怎么传道 是不是 所以 你们都知道 要拜书 不能起书 师父 腰死 要怎么 要怎么 你们就没有书了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 佛教 都懂了 要供养师父 这样各位懂了吗 各位 你们又发现到 佛教的供养师父 比捐给道场的钱还多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们知道 师才是传道的根 这个师一旦灭了 这个道就灭 是不是 所以师重要还是 道场重要 有师才有道场啊 各位 对不对 有师才有道场啊 没有师父 有圣灵功吗 绝对没有圣灵功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布施也要 布施对的师父 对不对 这个师父真的是 真道在传 真的是在 度化普罗众生 那这个布施 我们做的就有意义 这个是对有钱人来讲 我们布施 要布施对的人 对的道场 做对的事 才布施呢 才把布施呢 你们来这边当义工 都是要做财法布施 对不对 那这个就有 共业的问题 有没有共业 圣灵功在这边 如果是在这边练财 这个师父有没有贪真吃 有啊 对不对 是不是有贪真吃 那有贪真吃 这个 如果有贪真吃 这个师父就没有得到 这个师父就没有成果的机会 对不对 那你去供养这个师父 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吗 你来为这个师父在这个道场 在服务 你这个事情不是白做的吗 为什么 因为你在助长他的什么 歪风 除了助长他的歪风 这个师父如果做不好 你们通通不要帮忙他 他三天就关起来了 他还会骗人吗 就是因为你们舍不得离开他 他才继续骗下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些傻瓜太多了 才会让我的意望越痒越大 越痒越大 原来这个世间傻瓜这么多 对不对 各位你们是不是傻瓜 不是 不是哦 看起来也是 对不对 因为你们懂得选择圣人工 对不对 所以修道要有没有智慧 一定要注意 是讲的这个都没有对任何宗教的批评 我是在上课 因为这些学生你们都来求道 所以我们要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道 道是平等 道是良知良能的 是良心的事业 对不对 道是良心的事业 道绝对是不是金钱买卖交易的事业 道是良心的事业 但是不思是众生 众生的发心 发愿的力量 那个跟商业行为是没有关系的 你今天经济状况好 你发心发愿 你可以去布施 因为你知道这个法好 你想让这个法谱传出去 你可以供养 对不对 但是财法布施 就是在这边供修 供转法轮 那就不一样 这供修供办 对不对 共转法轮 那如果你今天跟随道一个学师 那你共转这个法轮 你所得到一切都是罪业 你所得到一切都是罪业 那你一切的努力 不是对英望吗 是不是英望 所以我们修道要不要寻找对的名师 寻找对的法门 更重要是要看这个道场 有没有在做管理 为什么 因为这个道场管理好 就算这个师父这么厉害 这么有天命 这么慈悲 也需要一个清静的道场 你们才能够安心的在这边修行 对不对 这个要不要大家一起发心发愿去维持 甚至去维护 要不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师父再怎么好 也要你们好才有用 对不对 如来家业非一人能成就 是不是 师父再怎么好 也要你们一起共好 这个道场才会好 如果师父再怎么好 你们就再给师父的后面马后炮 那这个道场是好不了的 好不了的 对不对 各位要不要注意 要 这才叫修道 修道是不断的改变自己错误的观念跟行为 这叫修行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做起 就是从下化自信众生做起 下化自信众生是不断的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跟观念 就是下化自信众生 下化自信众生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这要懂得从哪里做起 从下化自信众生 再来怎么样 度化外援众生 再往超反入性的路走 往菩提道走 再进入怎么样 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怎么样 愿一切众生责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对不对 无缘同情 同体大悲 一切众生皆平等 是不是 你如果可以做到这种信念 你真的是佛菩萨在世 我曾经跟一个师父聊天 那个师父刚好旁边走过去 问他 师父 你有没有成佛 他说 如果我跟他说我成佛 那这样子人家会说 我公公 但是我又不能说我没有成佛 对不对 因为我如果讲我没有成佛 我没有办法度众生 因为没有人会信 他就很有智慧 他说 我也没有成佛我不知道 但是我所交出来徒弟 各个都成佛 哇 有没有智慧 有 有没有智慧 有 那个人就心虎口虎 你既然可以交成佛的弟子 那你绝对是成佛 为什么 因为你的弟子都是依照你的方法修行 成佛嘛 对不对 你看人家那个师父不会去信料 我成佛了 但是我会告诉你 我的学心都成佛了 各位 所以人要有智慧 有时候不要过度的去怎么样 膨胀自己 反而是一件美事 有时候过度的膨胀自己 只是暴露出你更多的缺点而已 各位相信我这句话吗 各位相信不相信我这句话 有时候过度的表现自己 反而暴露出你更多的缺点 所以古早人说 点点做 才不会出事 对对 我问我做 听说疼人 是不是啊 我听这句话吗 有什么人会这样说 絕對有缺点的嘛 对不对 古早人的位都不是秦才公共 都特地是有经验和历史 各位相信一句话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不能忘了全人之言 不能忘了全人之言 不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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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之言 有当时我们很多听到 老前辈 我们的上辈 在跟你说 有一些名言 我们都要记住 你看那古早人说 火无尽一红 人无法治好 所以说 我们人 如果摁他那时 不能忘了做你的人 对不对 手如果大张 不能忘了你的筋 是怎样 自己资云 人如果大门的时候 不能忘了 是不是 所以火无尽一红 人无法治好 对不对 是不是 人情老一红 一红 好少看 你看古早人 都没有好道理 叫你事情 不要做拽 是不是 对不对 叫你事情 不要做拽 做拽 你就没忘了 是不是 有十天 你使得拜祷 谁不习意 是不是 所以人情老一红 一红 好少看 火无尽一红 人无法治好 是不是 所以各位度亲 我们这个度定 在做任务的事情 都要留一点 后路给人 对不对 也不要过度了 怎么样 得意 都要缩练一点 反而是一种美事 一种美事 能够宽容别人 包容别人 是一种美德 样样给人家计较 样样给人家对立 你只是增加烦恼 你得不到任何东西 你只是树立了 更多敌人而已 修道之人 要广洁善言 对不对 不能去树立敌人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度众生 每个众生都被你骂 骂久了总有一天会离开你 对不对 这个老师什么都不会讲 只会骂人 这样子的还有学生骂 你去生年轻去那久 接着什么 每领域就叫我叔父去咆鞋 谊 adop 每领域都说我是生姿 Hasan 卡身旁就牵 会不会听我 会啊 就是他说生姿 我不敢哀 不就是真的閃爍公了人公的 是不是啊 你白白就叫公的 是不是 對不對 這種道場有意義嗎 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要認理歸金 我們修道要找到一個 可以傳道講經說法 教育眾生的環境 讓我們能夠怎麼樣 增長智慧確定 這才是一個好道場 不能只在神通米這一塊在修行 因為它有時候不是真道 它真的不是真道 甚至是迷失 甚至是迷失 所以歸道清 這堂課是一個發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發眾生 重點是求道之人要能先得後修 那你要做到這一點 你必須發菩提心 要發菩提心 要發菩提心 確定成道的目標 怎麼樣 要知道如何去自我修行 當你能夠知道自我修行的時候 你確定的人生目標就會完成 就會完成 如果你沒有辦法自我修行 如果你沒有辦法自我修行 你的目標再大 離你謠言 離你謠言 因為你沒有一天 你沒有辦法達成那個目標 你隨便知道 聽師父講 有這個目標 有這個方向 別人可以去得到 你不一定去得到 因為你從來不努力 你從來不努力 對不對 那有些人不但不努力 還在製造問題 那就會更慘 人家是一個樓梯爬山坎 會要進入第四坎 你是爬山坎掉四坎 掉到最後就往地獄走啊 對不對 如果這個是 這個是天堂的樓梯 這個是地獄的樓梯 你八三天 掉四天 剛才落下地獄一天 是不是啊 你八三天落下地獄一天 是不是 你所作所的不是白慧嗎 有沒有白慧 我用這樣畫圖 你們比較看得懂 是不是 你八三天咳四天 是不是剛才那天咳在地獄 是不是 你不是白座嗎 那三天不是八座的 是不是 沒有智慧 有時候我們不是我們自己願意白座 是老師不會教我們 我們才白座 是不是 是因為這個法師不會帶我們 我們才白座 所以明師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 對不對 一個明師可以引導我們指引我們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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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各位理解 所以求道 要能夠先讀後修 重點是要追求明師 一門深入 這個是重要 這個是重要 要能夠追求明師 追隨明師 因為只有明師才能夠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走向對的方向 能夠指引我們的錯誤 改變我們的人生 對不對 所以要追隨明師 我們才有辦法成就活動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課 來 謝謝 好 那